想和大家聊一下TopGear停播这个事 前两天看到这个消息 英国BBC宣布TopGear这档节目就永久停播了 同时原先的TopGear的三剑客 他们做的TGT的节目 其实也宣布将会在未来越来越缩小 它的更新次数 基本上这三个原来大猩猩 James May和Richard Hammond 他们三个做了这档节目 也慢慢的走向应该说衰落了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我当时就发了一个微博有感而发 我的意思就是说 自媒体社交媒体 这些现在是全球的传播的大潮流 像TopGear像TGT这种巨制型的 就巨型制作的框架型的 非常长的汽车节目 基本上已经很难有生存空间了 因为他们的流量 他们的变现能力 都很容易被那些很短的短视频给比了下去 短视频它的流量是爆的 它传播力是爆的 优质的汽车内容 从此就少了一种生态的模式 我这句话说的 比较站在一个从业者的角度来讲 什么叫生态模式呢 就是你做汽车内容 你是有很多种生态的 比如说像我们国内的 基本上靠汽车厂商来养活我们 这个我一点都不绕圈的 汽车厂商是我们的客户 采购我们的一些内容 同时我们需要在平时把内容做得更加精良 去吸引更多的用户 有了更多用户 有粉丝 有真正的高质量的用户 我们才能够反过来又吸引汽车厂商来 我们这里采买更多的广告内容 然后再推给更多的用户 这是我们的一种生态 而TopGear TGT 他们又有他们自己的生态 像TopGear 它是BBC的一档王牌节目 而BBC是英国的一个非常头部的电视台 有点像我们国内CCTV这样 当然它是私营的不是国营的 那么BBC是个电视台 它做的节目 它要的是收视 只要它收视高了 它整个台的广告经营 广告售卖就会做得更好 同时它做出来TopGear这段节目 它也可以向全球的其他世界各地的电视台 去售卖版权 因为它们是英文节目 英文节目相对来讲 在全球只要是说英文的国家 都很容易能够卖得出去这个节目 同时TopGear本身它还授权给了全球很多非英语的一些国家 也会购买TopGear的版权来拍摄他们当地的TopGear 所以这个是TopGear的一个生态模式 它做出来一个IP 它可以卖节目的版权 同时它在自身的电视台也是一个王牌栏目 也可以卖更多的广告 所以TopGear它自身这个内容里面 它不需要植入什么广告 它也不用说做什么充值内容这样子 那么TGT这三件课 从TopGear出来到美国跟亚马逊合作的TGT 又是另一种的商业模式 它是亚马逊出钱给他们去制作TGT 然后这个TGT只能在亚马逊的平台上播放 而且是个付费的节目 就你要购买了亚马逊的会员 你才能够看到每一集的TGT 所以亚马逊通过投资给TGT团队 去做更好的内容 吸引更多人进来 亚马逊成为他们的会员 交更多的会员费 这个生态模式可以说更加的偏向互联网的玩法 但是其实大家看到了几年之后 当这个买的人 买的人逐步到达一个瓶颈 之后亚马逊也会重新去衡量 去电量一下 我值不值得每年再投这么多钱给TGT团队 去烧这么多钱去做这个节目 因为它在给我带来的拉新作用 可能已经越来越少了 其实这个就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 为什么TGT它每年的更新量会越来越少 有人说因为三剑课老了 你看他们的样子确实老了拍不动了 这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人的心态人的斗志决定了 你能不能克服很多的外在的困难 但除了老了以外 其实我看得到的就是从外部 从它的商业模式来讲 TGT这个商业模式跟亚马逊合作的这种模式 也是很难持久 良性的一直以增长的方式走下去的 而Top Gear那边就更不用说了 因为电视的普遍的收视率在下降 新兴人类都不怎么看电视了 都去刷短视频上社交媒体 所以Top Gear在BBC的收视率肯定是越来越下降 即便收视率不下降 但是电视的广告售卖的整体的盘子在下降 所以支撑这个节目继续做下去的资源也越来越少 当然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他们的其中一个主持人 在拍摄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严重的事故 也毁了容 就在主持人的角度 在这个节目的制片形式上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也就最后就不做了 所以这是全球知名的两档大汽车节目 他们的一个让人比较悲伤的近况 那有很多朋友就会问我们说 你们不也做过这种大型的节目吗 虽然我们不敢跟什么Top Gear TGT去相提并论 但是我们确实在181920年的时候 我们连续做了三四年的价值观大风车 都是投入非常大的节目 投入有多大呢 现在反正都过去了 我可以把真实的数据跟大家讲 就2018年我们做价值观大风车 两个IP各做了三到四级的大节目 而当年我们为这两档大节目 烧了大概是六七百万人民币 包括设备的采买 包括人员的增加 我们当时为了这两档大节目 在公司内部是一个专门的 十个人左右的一个编制 只拍这两档节目的 而且有很多是 有几位是非常资深 从一些像电影公司这样挖过来的人物 然后包括这里头的制片的成本 买车撞掉很多车等等这些成本 场地费拍摄费 后来的宣发费用 平均下来每一集大概是将近一百万的制作成本 一集一百万我们一年拍了六集吧 有些分小集 但总体上每一个选题就是一百万的制作成本 说起来有点唬人 但是我们后来算一算还真的有花这个数 到第二年第三年 我们有一部分的商业化 就有一些选题是能够跟厂家合作 能卖出去的 但是商业化只占到我们整个全年的 所有节目的制作成本的一半左右 就能回一半本 但是根本回不了全本 然后在2021后来就疫情来了 其实疫情之前 我们已经全球化的踩点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从来没有想过要停的 继续全球化踩点 继续投入 累计我们在价值观大风车这两个IP上 投入了肯定有千一千多万 两千万可能没有 一千多万吧 后来疫情过后确实 或者疫情期间我们就停了 因为它这种大制作 要涉及到非常严谨的 比如说踩点 拍摄的场地安排 流程安排 人员安排 各种的资源 在疫情期间我们实在是没法拍 因为太多计划赶不上变化了 在疫情之后 现在我们这个团队也会经常拍一些 自己觉得有情怀 自己觉得高水准的制作 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放到 价值观和大风车这两个IP里头 因为我们觉得 真要达到价值观大风车这两个IP的名号的话 我们还要更大的投入 更多的时间精力要放进去 但是恰恰这两三年 大家也有看到 中国整个汽车行业 往智能电动车方向去卷 我们也不能让自己 在新一波的潮流里头去掉队 所以我们的团队用很多能力 去做新能源车 做智能车 确实这个也不瞒大家 做情怀的节目要投入很多 这边做大趋势的节目 我们觉得也是不能不做 也不能掉队 毕竟我们不是一个死抱着情怀 只靠情怀来吃饭 情怀事实上也吃不了饭 我们还是要向前看 还是要跟上大潮流 所以这就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这个团队对于做这种 大型的框架式的 非常丰满的节目 其实还是有一颗心 还是希望能做好的 正好前两天我刷微博 刷到演员黄博 他有一个回答 人家问他说 你怎么看短视频 对电影的冲击 我觉得他回答的蛮好的 他说短视频嘛 毕竟就是强调一些片段式的 极端的情绪 包括一些可能非常夸张的表达 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只有把这个最极端的东西提取出来 才能够给人深刻的印象 才能够形成冲击 形成传播 但是电影呢 这种这么长的载体呢 它会更多的去呈现 一个故事的推演 一个剧本的慢慢的发展 还有演员在这里面 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变化 那种成长 那种细腻的情感 这种东西是短视频没法呈现的 就观众如果只看短视频 而不看这种长篇长电影的话 观众会失去了一些东西 就是那种细腻的情感的演变 同样我也认为 如果你看汽车节目 你只看短视频的话 你看到的确实是一些 相对比较夸张 比较浓缩的东西 但你会失去了一些娓娓到来的 或者更全面 更加细腻的对车的理解 我现在做的车评的长视频 动不动就做到一个小时 50分钟这样的时长 我也是希望能够更细腻的 给大家去把一些东西 不要那么片面 不要那么极端 除了车的情感 也可以在里面看到人的情感 车跟社会的关系 车跟生活的关系 等等这些东西 用一两分钟的短视频 真的是没有办法全部成长的 所以我做长视频 也做的挺开心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们的这种思路 顺带再说一句 我本人我也曾经努力尝试过做短的车评视频 也试过把一些情绪非常浓缩的提取出来 包括一开头就跟大家说 今天开这个车在这个场景好好玩 事实证明对于我来讲不适合做这种事情 因为其实你让我去浓缩去去演去夸大一个表情 夸大一个情绪 不太符合我的个性 我的强项还是在娓娓道来 把专业的东西说得更清楚 把我真实的更全面的想法给大家呈现出来 就像今天这个片子这样 我本来只想讲两分钟 一讲讲了十几分钟 谢谢大家看到这里 拜拜